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8号星期四 今天我比较高兴来跟大家聊一个 让我们觉得比较欣慰 而且觉得很有笑点的事情 就是现在乌克兰攻入了俄罗斯境内 我看到乌克兰的这个行动 我心里头那真是高兴 如果是江太空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从俄欧战争开始没多长时间 就是乌克兰顶住了俄罗斯的进攻以后 我就说现在他们处在僵持阶段 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 就要祸水外淫 要把这个战场搞到俄罗斯境内去 就相当于以前那个开闭第二战场 这个我就讲了有一年多了 但是乌克兰一直没有这方面的举动 虽然有一点突击行为吧 主要以远程打击为主 就是偶尔呢放点无人机过去 这几个不太重要的战略目标 就是一种远程的西扰吧 跟我们想象的那个祸水外影啊 那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到现在乌克兰这个行动呢 终于开始了 我想啊 也是通过这么两年多的准备啊 它的一些战略资源呢 已经是到位了 为它的进攻呢 提供了这个战略资源的保证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嘛 就是乌克兰的F16中队呢 已经开始行动了 而且北约跟美国呢 也同意这个乌克兰呢 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去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以前希望它这样去做 为什么乌克兰一直没有做呢 因为我们啊 不了解乌克兰的真正的军工的底子 也许乌克兰的这个军工产业啊 就不太怎么样 完全要靠北约的支持 所以它的这种武器弹药呢 就是不能由自己计划 只能根据这个援助呢 来计划他们这个战略行为啊 怎么去做 它可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只有在北约 以及世界各国对它的支持 达到了一个程度以后 这个开闭第二战潮的这个战略意图呢 才能实现 我想啊 随着前段时间啊 F16战斗机的升空 而且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打击 那么它这个时间点呢 就到来了 现在乌克兰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战术 因为作为我这样一个军民啊 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战争呢 也都有所了解 那你像俄罗斯跟乌克兰这样去打的话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边境线比较长 你老在一个点上去纠结 这个根本不利于这个战争形态的改变 对不对 那么真正有效的反侵略战争呢 应该怎么弄呢 就是我在你侵略的方向 我顶住你 如果我能把你打回去 那更好 如果打不回去 那我就想办法要另辟袭击 要在别的地方呢 对你们国家进行一个突破 把这个战争呢 引到你国家里头 这样的话 双方在这个战争的感觉上 就变成一样了 以前呢 这个侵略者呢 老是觉得我打你 但是现在呢 他也发现 他也在打我 这个时候啊 双方的这个心态呀 就会产生一个变化 另外你要想 为什么侵略者敢从这个点来打你呢 因为他认为他在这个地方容易取得胜利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跟他一直在这僵尸纠结呀 你确实不好取得突破 但是你意外的从他的一个薄弱点进去 那么他又不好应对了 这啊 对这个战场形势啊 改变也是比较大的 还有具体到俄乌之间 我以前呢 给大家呢 也分析过 因为啊 这个俄乌战争呢 普京他们这一方呢 还是运用了那种 二战时期那种打法 用人啊 用的特别多 但是他在战场一线的人是哪的呢 都是那个西伯利亚地区的人 都是那远东的民族 让我们来说呢 主要是蒙古系列人 这些青年战事的牺牲呀 对欧洲部分的俄罗斯 主体民族来说 触动不大 他们这边并没有多少人到前线去 所以啊 在俄罗斯境内呢 支持普京青年行为的人还不少 因为他们自己呢 没有挨到这个铁拳 但是乌克兰从这边反击打过去 那就是进入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就是他最核心的部分 让他的主体的俄罗斯人啊 就感觉到这个战争啊 真是近在眼前 而且感受到这种战争的残酷性 对俄罗斯人民 对普京那种侵略行为的支持呢 也会起到一个打击作用 所以乌克兰这次攻击方向的改变啊 让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压于二战的时候啊 开辟那个欧洲第二战场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啊可以看一下俄罗斯的反应啊 这个啊 确定把人搞笑死 首先呢 就是普京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 讨论俄罗斯边境的安全问题 普京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啊 也召开紧急会议 抗议乌克兰对俄罗斯 霍尔斯克地区发起了进攻 乌克兰这是入侵俄罗斯 你看看搞笑不搞笑 一个侵略者侵略别人都两年多了 然后别人打到他的国土内的时候 他说别人侵略我 你说他害不害怕 实际我想啊 普京心里头啊 现在是比较恐惧的 那我们再看俄罗斯的表现啊 俄罗斯外交部翻人 加哈罗瓦 在谈及俄罗斯库尔斯克的局势的时候呢 他说 莫斯科呼吁国际社会 不要袖手旁观 强烈谴责吉辅政权的犯罪行为 现在人家乌克兰打他了 这就成了犯罪行为了 他去打别人的时候 这就是正常行为了 这个啊 太搞笑了 然后在中国这边的网络上啊 也比较搞笑 就是两派啊 在那争 就是俄粉跟乌粉啊 就是在那打嘴炮 然后乌粉就问了 你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理直气壮的 别人打你的时候 你就开始哇哇叫了 你这搞不搞笑吗 俄粉就说 俄罗斯能哪叫侵略呢 对不对 俄罗斯占领那乌多的四个州呀 那是有民意基础的 那是搞过公民投票的 所以那四个州呀 算是俄罗斯的领土 你反抗呀 你就是侵略俄罗斯 你看这个俄粉好不好玩呀 然后挺乌的人家又问 那你当时搞那个钢铁洪流 开到吉普旁边是干啥去了 然后这些俄粉又说的 那是特别军事行动 就不是侵略 确实啊 这个俄粉呀 没办法说 实际这种思想的 我想啊 俄罗斯境内也有很多 要不然的话 对这种侵略行为 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支持呢 因为俄罗斯从沙皇时代呢 就那种大国沙文主义 他们就是对这个领土呀 有一个狂热的战友欲 所以俄罗斯人里头 有很多人也有这个情节 他老是认为啊 去建别人的土地是应该的 让别人夺回别人的领土呢 就跟隔他的肉欲啊 这个我不是说俄罗斯人的 他们的老百姓里头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思想 你想这么两年多了 真正在俄罗斯反战的人有多少 大部分人不是在这拍手叫好吗 现在别人打进来了 这个战争的残酷性摆到他面前了 他们不行了 他们开始在那叫喊了 开始到联合国就控诉了 说乌克兰侵略他 确实你想想 这个侵略者啊 就像我以前说的 能听懂的话呀 只有一个 就是铁拳呀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乌克兰呢 现在啊 到底攻进去了多少啊 这次乌克兰部队到现在为止 也就一天多的时间啊 像摩斯克方向啊 突破了14公里 这个啊 看着不多 实际很多的啊 你想俄欧战争 枪失这么两年的时候 有些俄罗斯一天 只能前进100多米 你想想 这才一天多 一下突进了14公里 这个是不少的 但是他还有这个纵深呀 那么有人说现在啊 对乌军这个占领的面积吧 就是乌军经过的这些面积啊 大概有500平方公里 我觉得没有那么大嘛 也差不多 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还突进去了十几公里 但是这个宽度可特别宽呀 现在乌军进攻的方向呢 是俄罗斯的 库尔斯克州 现在乌军的这个地点啊 离摩斯克呢 也就是500公里 这个距离啊 也很近了呀 有的那个远程导弹 直接都打过去了 那么现在看这个报道上说啊 控制了这个区域内的 11个定居点 就是虽然突进去了14公里啊 但是这个面积不开呢 控制了11个定居点 最大的一个镇呢 是一个5000人的镇 这个镇就是离摩斯克500公里 放到俄罗斯来说啊 它地广人西 那么大的国土面积 只有1亿多人 一个5000人的镇呢 就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镇了 所以乌军的这个军事情动呢 对俄罗斯的震动也非常大 证明俄罗斯国防呀 就是非常空虚的 一下让别人占了这么多地方 那么现在的消息是 俄罗斯已经派了一些部队呢 去抵抗 好像呢 效果也不太好 然后发现了有导弹 有空袭 但是一些导弹呢 也被乌克兰给拦截了 这个效果呢 也不大 下一步呢 就看俄罗斯呀 怎么样的调兵前将了 那它现在的主力 都在俄乌前线 而且在那个地方呢 它已经投入了太多的 这个战争资源了 假如说 它要来应对乌克兰的进攻 那就要成为分兵啊 那把那边的兵一分 那么那边的前线呢 又守不住了 所以俄罗斯现在是很难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乌克兰的这次军事行动 有多少部队打进去了呢 现在中国这边的网上 传的才有意思呢 说呀 乌克兰的突击部队呀 只有三百人 就是好像说的这个 俄罗斯呀 特别无能 说是人家三百人打进来 你看你俄罗斯呀 就金方式做成这样了 那么我现在认为啊 说三百人这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我们看到一个外媒的报道 他说呀 乌军此次行动 由金瑞的第28和第80空降突击旅打先锋 得到第22和61机械化旅的支持 此外第150机械化旅 第5空降突击旅 第151机械化旅 和第24机械化旅 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所以从这个部队来看 人数肯定不会少 最起码呀 也在几千人 不会是三百人 那三百人能干啥吗 你光站的这个据点都有14个 你想想你三百人 一个据点才放几个人 人家明明都把你收拾 他不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外媒还有一个报道啊 当然这些消息呢 我们都不知道是真实的 就说现在乌克兰这边呀 有大批的工程车辆呢 开到前线去 这是一个信号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他如果是为了吸引俄罗斯的部队 那么他可能是一种吸扰战 那么我的部队呢 到你俄罗斯境内呢 东窜西窜 把你俄军掉进来 跟着我转 对不对 把这个乌冬前线的压力减低 这是一种战术 对不对 那么如果那样打的话 他没有必要带这个工程车辆 那么假如说他大批的工程车辆进去了 那有可能说啊 乌军呀 可能就准备占领几个地方 把那个地方呢 进行成要塞 就是你在乌冬 你占了我的地方 那么我现在呢 也打进去 然后在你这个地方呢 也占上一大片地方 而且把这个地方当桥头堡 能直接打击你这个摩斯科 这样的话 我们各占优势嘛 对双方谈判呢 是有大大的好处的 所以我觉得啊 如果他真是派了工程车辆进去 那他真是想占俄罗斯一块地方 就是跟你啊 好谈判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啊 乌克兰选择的这个方向呢 为什么是在库尔斯克呢 因为库尔斯克啊 是俄罗斯通向欧洲的一个重要的走廊吧 现在来看光乌克兰占领的这些地方呢 就能控制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50% 你想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核电站 这个也离乌克兰的这个战领区也非常近 这个核电站呢 可能是乌克兰的下一个战领目标 现在俄罗斯就着急了 他要派大量的部队啊 来保卫这个核电站 这就是乌克兰啊 以亲自到还亲自身嘛 你不是要给我放核弹吗 那我就把你这个核电站站了 我看你该怎么弄 在前两年的时候呀 俄罗斯也经常发导弹呢 进攻乌克兰的核电站 那么现在乌克兰把这招呢 又用回到俄罗斯身上 看你怎么应对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的这次军事行动呀 计划的还是不错的 我希望他能把这个计划呀 有步骤的进行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 对结束俄欧战争呢 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乌克兰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 进行这次反击呢 我们来看一个国际上的大背景啊 我们看俄罗斯为什么能打这么长时间 那么就是他背后呀 有中共在给他输血 所以他才能坚持打个两年多 如果没有中共给他输血啊 俄罗斯早都撑不下去了 因为他的军工体系 根本不足以打这桩战争 那么大家要看到 前几天 这个乌克兰的外长访问了北京 这是一个信号 当时呢 大家都没看出来 乌克兰的这个外长到北京啊 能取得什么成果 因为双方的对外呢 也没有发什么太大的消息 人们认为呢 只是外长呢 来传达一些信息 让中共呢 再不要支持俄罗斯了 可能认为啊 仅仅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啊 中共这边呢 又有一个举动 我们来看一下啊 据乌克兰驻华大使馆 向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记者通报 今年八月份 北京将举办 积极与蔚蓝 乌克兰电影的一个诗记 乌克兰电影节 向中国首都的居民和来宾 展示不同时期 乌克兰电影导演的作品 这个事情 你不要看这个小事情 证明中共的外交呀 转向了 因为你举办乌克兰电影 这个行为啊 就是跟乌克兰和好的一个意思 就是背叛俄罗斯的一个举动 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举动呢 对不对 这个虽然是个小事情 但是我们从中能看到啊 这个政治的走向 也许中共呢 现在可能就是背叛大恶爹了 这个都太有可能性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乌克兰跟中共之间 现在是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它也不好直接讲明嘛 但是它要对外释放信号 那么它就找了一个借口 电影节 你想乌克兰有啥电影呢 但是确实可能也没有别的借口 所以以北京呀 举办电影节这样一个消息呢 对全世界释放出中共呀 可能这个战略方向呀 有所变化 最起码它不会像以前那样啊 明目张胆的支持俄罗斯了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乌克兰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它有可能取胜 对不对 如果中共还是像以前那样支持俄罗斯呀 俄罗斯就拥有了在两个地方 同时开打的本钱了 那么如果中共不支持 那么俄罗斯可能就没有办法啊 支撑两个战场 所以呀我们看啊 俄罗斯也许啊 离那个失败呀 真是不远了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跟大家就闲聊到这儿吧 我们在等待更新的消息 如果你喜欢江泰公频道呢 请订阅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